今晚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前南投縣長林宗南 罹患肺癌之後呢 他首次的來出面挺身站台 不過他並不是為了民進黨籍的縣長參選人李文宗 而是呢為了他自己的兒子 也就是林雲生的立委輔選 我們看到呢林宗南他挺著很虛弱的身體 他是邊喊話邊顫抖 那麼這也讓台下的支持者大家看了感動的紅了眼眶 林宗南罹患肺癌後首次現身幫兒子林雲生站台 林宗南挺著虛弱的身子 一上台情緒就激動得不得了 好幾度快站不穩 一旁的太太得陪在旁邊攘扶才行 林宗南邊說邊哭 兩手不斷顫抖 但炮火卻不減 痛批行政院長吳敦義 我敦義說得這麼糟 一直在我年代替人家說過的 你還要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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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經典說他絕對的贏 林宗南台上痛哭 台下支持者看到前縣長已經病殘障 還堅持要上台 感動的落淚 我沒有哭 你是要怎麼做人家做事 台上台下全哭成一片 民進黨南投縣長參選人李文中 自己選情高級 一樣抽身到晚會現場拉抬選擇 選前倒數計時 身為前縣長林宗南 罹患肺炎後首次占牌 為的就是兒子林雲汀的立委補選 大打悲情牌 用眼淚攻勢力博選票 中央新聞周大翔南投採訪報導